呃 大家好 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这些日子好像平台特别喜欢看那个军事的方面 不会把我这个科技为主导的弄成军事拨号 那就军事拨号吧 呃 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国反对派 有朋友私信问我什么是美国反对派 知道川建国同志吗 他手下有大约三分之一 在美国的追随者将近三分之一 几千万不到一个亿 这些都是反对派 有文人 有武将 文公五位 五位的事不让我说 我少说一个 不让我说 我就不说了 那文公咱们可以说 这都是文公 那五还有五位了 并且还有那个叫MAGA部队 去度娘搜一下什么叫MAGA 啊 我不说 我一说就肯定不让播啊 啊 这个美国反对派啊 他说呢 中国的直20 批量装备部队 美国呢 先是渔鹰 海军叫停 今天CH47又被叫停 美国真的老了吗 还能伟大吗 划掉航线吧 说不得啊 你们这工作还没做到位 不要害怕他们报复 把他们都抓起来 关走关塔拉摩去 关小黑屋里去 不先就关去月球背面 我们发现那个小石头里头 听听他的内容怎么说啊 就在最近不久 传出来一个令人感觉到遗憾的消息 美国最著名的CH47支农干直升机也开始叫停了 美国军方已经叫停了400架这样的直升机 因为C47支农干直升机发现了发动机燃料泄漏 一个欧型圈的问题导致了这些飞机无法再向天空飞行 这是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最著名的一种装备型的大中型运输直升机 装备有先进的各种航电设备和以及战场抢救和救援能力 但现在C47支农干直升机已经无法再为美国军队服务了 因为它的发动机不行了 老旧了 那么这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在前不久 美国海军也叫停了我们著名的鱼鹰 因为鱼鹰的铰链式发动机的离合器体系出现了严重的故障性问题 使得大约四架鱼鹰式运输机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危险性情况 美国海军不得不叫美国空军不得不叫停了这种飞机 但美国海军仍然想继续使用鱼鹰 因为他们除了鱼鹰以外 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小鸟可以用了 花掉横线 但中国方面 中国的一个叫做直20的大中型直升机 正在近期快速的加紧生产 来替代以前他们更多的老旧的一些直升机 例如他们从法国引进的被中国称作直8的超黄蜂直升机 还有一些从俄国进口的老旧的直升机 都会被这种叫做直20的直升机来取代 直20的直升机的性能理论上比我们的C47自动干要差一个级别 但是它至少还能够崭新的飞上天空 而我们的直升机现在只能等待着用巨额资金去更换发动机 霍斯贝尔公司已经对此表明 因为欧型圈的问题导致了发动机燃料的泄露 因为欧型圈这个工艺目前来说美国还没有达到公司所需要的标准 why?我们是美国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 为什么美国生产一个欧型圈都不可以呢 难道这个东西我们也要向中国进口吗 这真的让我感觉到意外美国的巨型军工联合体这都是怎么了 现在倒退到我们连欧型圈都不行了吗 好吧 我们就只能等待着其他的直升机继续的坠落 美国除了C47以外还有CH53海上重码 我们等着他们一个个的发动机出现故障吧 把这横线了 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不要泄气啊 不要泄气 要努力 欧型圈啊 这是发动机里边的燃油管的一个密封圈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他这个霍特贝尔公司解释 霍特贝尔公司解释说呢 是因为发动机燃油管线的密封欧型圈出现了泄露物章 导致C47发动机起火 四两架两架起火 美国的军方已经下令400架C47飞升机全面停飞 前不久呢 美国空军要求所有的鱼鹰 他们部署的鱼鹰 铰链是那个知道吧 也全面停飞 是因为这个铰链离合器出现了逆损性故障啊 然后呢 美国海军呢 现在呢 不同意停飞 因为他没有想就像博主说的 没小鸟可用 那怎么办呢 就继续带病参加工作 你看人家美国带病兼职工作 不然那飞机啊 这个等于是说 现在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动战队所携带的鱼鹰式运输机啊 你叫他运输直升机也行 你叫他运输机也行 他本来是这个螺旋桨式啊 然后这个前飞式 然后呢 他可以变成这个这样的很创新的设计 说实话 这个设计很创新 但这个链合器出现问题 没有达到这个设计使用时间啊 他就出现了 节征性故障 现在空军已经停飞了 但是美国海军呢 还只能勉强的凑合用 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强大的美国海军上趴的那些鱼鹰啊 飞机啊 尤其是海军渡战队的啊 那些都是带故障的 说不好什么时候就跟R3的飞机直接往下掉 真的说不好 因为那个东西 它会影响到 就可能这个发动机 上去了 这上不去了 是吧 它是一个离合的问题啊 离合 制空或者是不是 跑后边来了 那飞机就下来了 肯定下来了 所以现在美国海军现在所有的鱼鹰 就叫预处机吧 别叫直升机什么的 它不好分类 所有的鱼鹰预处机啊 都是带病监制工作 不容易啊 听听美国网友怎么说吧 一个美国网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 C47又不行了 华门也连带有密封圈 我觉得这些设备不行 你们真的从中国采购吧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美国现在这是怎么了 欧型圈都会出现问题 你们还有什么部件不能够出现问题 又一个欧洲网友 就在那一天 我们七七苦盼的阿尔特密斯一号 能带着我们的实验舱最终到达月球 可是你们又一次的测漏了 我给改了 他说是测部发动机泄漏 他分主测 测部发动机泄漏 我给改词 简称测漏 美国又测漏了 老汪文尿不湿又不够了 从这个理论上来说 美国现在不是科技的倒退 你们是科技加经济加制造业的 全面倒退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真得批评一下 这位自由灯塔的领袖了 你们连欧型圈的密封圈的结构系统 都做不出来了吗 这样的一个小部件 也会造成严重的发动机油路泄漏 又一个美国网友 其实大家要理解 C47直升机已经部署了很多年了 罗斯威尔公司也在解释这个问题 他们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欧型圈的问题 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老化的问题 又一个美国的网友 不对 我觉得这种欧型圈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生产的就不能老化 而只有中国人生产的才必须快速老化 但是中国生产的 现在还在用 又一个亚洲网友 哎呀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现在泥族巨人 有很漂亮的头脑 就是没有发达的四肢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觉得美国现在很像章鱼 头脑非常的硬 也非常的庞大 就是爪子不够长 又一个弹字的网友 欧型圈也会出现问题吗 C47支撑杆支撑机在我们国家有不少 我们的军方是不是想到没有 这个东西会不会也在我们这里发动机起火呢 有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看新闻听说阿根廷和另外一个菲律宾国家已经取消了原定计划的订单 而德国方面是在去年提交的订单大约6支架C47支撑杆 如果这个消息让德国知道恐怕德国也要取消订单了 但我知道中国方面正在加大直20的生产 用于海军和它的陆军 又一个美国网友 直20也是一种大中型直升机 替换了它原来的被称作直8的超黄峰直升机 这种直升机的外观很奇怪 长得也很像我们的U70 UH70也有点像法国的 超黄峰可能是两者设计的结合体 一个谈罪的网友 中国人没有创新的军事设计 你就记住 中国人什么东西都是拿来仿造 然后进行逆向 这东西我想它是用了法国直升机的特点 和美国直升机的特点 组合 又一个欧洲网友 不管它是组合的还是拼装的 它至少现在还能飞 而美国的C47直弩杆这么伟大的直升机 竟然出现在O型圈的问题 又一个 法国网友 O型圈是发动机上最关键的密封部件 它出现了问题 就证明美国在机械加工和橡胶提炼和密封材料上面 又出现了问题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些问题怎么都是环绕着美国 为什么现在问题不去环绕中国呢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真的要愤怒了 我真的要爆发了 400多架CH47就这样不能再飞了吗 又一个美国网友 是的 他们可能飞不了了 因为发动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因为燃油泄漏导致起火爆炸 上天就等同于发上去一颗导弹 又一个法国网友 不不不 他不能叫做导弹 因为导弹是有制造功能的 这种CH4机在天上 就像一个火箭弹 又一个德国网友 看看美国要从根基性的东西去弥合了 你们的军工融合体 在很多的地方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例如一个阀门的问题 导致了阿尔特密斯一号火箭在发射前一小时停 全面失败 而这一次又使得400架制度干直升机全面的停飞 还有鱼鹰的离合器 这些故障你们无法再解释了 美国海军真的老旧了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美国经常说俄国的海军已经老旧的无法再看了 我看现在美国海军也真是出了问题 你们正在跟中国的新兴海军进行的对峙 那么如果中国的海军不出问题 你们天天出问题 这还用比较谁的胜负吗 又一个南美的网友 这一次著名的CH4机支撸干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恐怕全世界得有多半个地球要震动 因为这种直升机横销到整个世界上 许多的国家将近有14050个都在装备这种直升机 又一个美国没有那么多 主要大多数都是我们的盟友 比如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南亚的一些国家 东亚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直升机 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天哪 我们也有这样的直升机 它不会随时就在空中变成一个锂花弹吧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我觉得美国方面应该注意这些问题了 是不是要全面检修你所有的直升机 CH4机出问题的话 是不是别的直升机也会出电机 他们装备的也有洛斯沃沃尔公司的发动机 又一个谈罪的网友 我觉得现在真的要考虑一下美国制造美国产品的问题了 以前说美国军工天下无敌天下第一 现在CH47400多架美国军方首先停飞 那么其他人购买的装备的怎么办呢 又一个谈罪友 我们的国防部应该赶快下令 检修我们所有的CH47 中国人经常采用这种连贯性的动作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安全性很好 他们一件事出来以后 他们叫做举一反三 马上会联想到一片 而我们就被动的等着出事情 又一个谈罪友 赶快赶快一个下令停飞我们的C47 我们买的应该是跟美军同批次的 肯定会出问题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不要那么紧张 就是一个小象皮圈 看看把你们着急的 没关系的 直接往里面拧拧螺丝就可以用了 又一个欧洲网友 我觉得问题真的很严重 这种C47直升机遍布半个地球 很多美国的盟友都在装备这种C47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包括德国也在购买 法国也有C47直弩干直升机 还有英国也有 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 一个英国网友 英国就等着自己的C47在天上成为李花旦吧 到那个时候 唐宁街又要忽悠我们这些英国佬了 又一个英国网友 没关系 英国有的是倒霉的事情 这件事情还不算倒霉 又一个 美国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海军陆战队不能缺少C47 但是现在缺少了这个东西 海军陆战队的攻击能力和运载能力都下降了几乎50% 又一个 美国网友 而中国装备了直20直升机 他们的运载能力和攻击能力又提升了 这倒是怎么回事 又一个亚洲网友 美国 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我从来不迷信 我也不信鬼神 但是我发现美国只要跟中国倒一次弹 美国就要出点事 美国的阿尔特密斯四次不成功 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次是飓风 第二次是雷电 第二次是暴雨 第三次是雷电 第四次上帝又发怒了 就是阀门泄露 你觉得这是不是天前呢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觉得CS47出现问题 鱼鱼刚出完问题 那么美国下面的飞机 我觉得是不是都会有问题 又一个美国网友 但愿不是这样 不过其他的战斗机的发动机 不是博士维尔公司的 而是罗普公司的 那么样的发动机 我觉得不应该涉及 蜜蜂圈的问题吧 就说到这儿了 哎呀一个蜜蜂圈 就把你们搞成哪个样子 这个有的时候 大家不要看一些小的 一些小部件 还记得咱们上世纪九年代 和两千年初 我不知道有朋友知道不知道 圆珠笔里边的 圆珠笔芯里边 那个头的事吧 还有人知道这个事 圆珠笔芯里边有个头 有个小球 知道这个吧 当时我们做不了 不起了吧 我们做不了 我们当时的 机家水平没有这个水平 到不了这个水平 只能从小板子那儿进口 现在 哎呀 我不想做那东西 懒得做那玩意 那玩不好卖 现在随便你上江东平 找一个 小加工厂都能做这东西 当时不是专利权的 这没专利 这个没有什么专利 这就是机家工水平 到不了这程度 而美国现在呢 连个密封圈都要出问题 这真确是个大问题 而且C-47自动干行销它很多的盟国 这些盟国 敢度不敢言啊 又不敢像我们似的一个事儿一出举一反三 中国经常这样 什么一出啊 下一个安全管理科学 整个行业特查对吧 中国经常这样 它不行 你要一弄美国不干了 你你你不相信 不相信 当塔的干活 好不好 就说到这吧 对这有什么想法写在下 指20越来越多 然后 C-47停飞了 鱼鹰停飞了 一部分啊 因为美国海军 带带病兼职工作 啊 支持好忙 查点赞 我这期见 加上观众 谢谢大家